除了包括了台场举行的股东会之外 来看到最近动作频频 股价也是跌得非常深的三星 最近仍旧是在大动作 在英国伦敦举办了全球的发表会 这产品类别算是非常的多 包括了在手机啦 相机跟平板电脑 笔电 桌机总共了 揭露超过非常多的这个手机 以及包括了在整个三星的产品呢 是希望能够挽救一下 整个最近非常疲弱的股价表现 好 大家非常关心说 在昨天这个三星在伦敦大造势之下呢 S4进阶了三连发 总共发出了三款的新手机 每只手机都算是自己不同的个性 包括了之前台湾曾经已经是发布过的 就是落在了S4 mini版本呢 现在荧幕只来到了4.3寸 算是比较小的 重量也算是相对比较轻一点点的 而在S4的Zune的部分 它非常有趣的是在于说 它竟然是第一支呢 是结合了这个手机跟相机 结合的一支手机呢 这个就是在S4 Zoom的背面呢 看起来非常像是一个数位相机 它直接把跟手机做一个结合了 采用的是十倍的光学的变焦镜头 这个画素方面来到了1600万画素 是目前市场当中 相对比较就有些特色的手机哦 好 另外来看到是在这款呢 S4的Active部分呢 这个主要的特色是在说 第一防水是希望能够跟其他厂商 不管是在Sony还是包括了在这个SCC 都有一些防水手机出现了 而在三星也是紧接在后呢 也推出了S4的Active这个手机呢 也是采用了防水功能 萤幕是来到了五寸的大小 还算是主流的尺寸了 好 不过来看到是在三星是来势汹汹之下 当然苹果也是不遑多让的 下一代的就最新的iPhone 5 到底什么时候会凸呢 现在时间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但是在设计图似乎叠照方面 已经是正式对外曝光了 就低价的iPhone OS即将Double道具下呢 设计图是率先曝光了 这包括了先是来看到 是在低价的iPhone部分 仍旧采用的是之前 贾布斯非常坚持的萤幕尺寸 是来到了四寸的萤幕 以及包括了在前面 也是有个前置相机 还具有些LED跟闪灯的功能 背后方面则是藏有了麦克风 这个是落在了低价iPhone的部分 好 再来看到是大家比较期待是在 iPhone 5s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 似乎跟现在的iPhone 还算是非常的雷同 几乎叫做一模一样 外形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将会采用的同样也是四寸的萤幕 在之前大家就在折怪说 为什么苹果你都只输四寸的萤幕呢 现在明明主流尺寸已经放大来到了五寸 苹果方面似乎在萤幕的尺寸 还是没有任何的妥协性了 认为四寸萤幕还是最完美的一个尺寸 而在iPhone 5s的部分呢 之前路透手测进指出说 有可能会纳入了指纹扫描功能 而且包括了连接器相对也会变得长一些 这个是在低价iPhone 以及包括了FICE部分的最新的功能介绍 好 来看到之前呢 包括了曾经有报道说 就苹果的第一价的iPhone非常便宜 而在台湾的厂商就合乎说 董子贤并不同意了这样说法 他说现在价格还是非常高的 董子贤还表示说 在市场当中有非常多非常便宜的手机 但是苹果的第一价iPhone并不算是太便宜 在董子贤的言论 似乎也证明了之前的传闻 这个核硕联合至少代工了一部分低成本的iPhone 好 也希望能够讲过了